接着我们做一些测试 发觉是OK的 我逐个逐个讲 我们一样做的事就是 我打了进去之后 是不是真的打了进去呢 我们做了一个叫 Debt Profile Analysis 就是说将物料之后 慢慢打 看它在不同深度的结构有没有改变 这个叫做Debt Profile Analysis 很简单的 在我们做材料来说做很多的 如果大家没见过这件事 怎么看呢 这个我们叫做深度 譬如那个sample就是这样的 深度就这样打进去 就是0就是表面 10个我们很浅的纳米材料 这些nanometer 所以康契说我们纳米材料 都对的 在100个纳米之后之外 然后逐层逐层打上去 看看它那个结构是什么 逐层逐层切 就是说好像一张 比如十张 第一张就是表面第二张 然后每一张就是 看看它里面有什么结构 接下来就plot它的成分 比如这个是一个用carbon implant的 你就发觉表面有很多carbon make sense 就没有了nickel 这个nickel在这里 是前面没有了的 双方式来说也都是一样 比如打nitrogen oxygen也好 表面有很多这种东西 但是nickel是没有了的 很多nickel去了哪里呢 就去了interfacable 拱到后边 这个facet在我们 你知道也很普通的 当你有一个element 是不喜欢的话 它要找位置走的 它当时来说走到后边 OK 这个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 我将那个nickel隔离了 这个是表面 这个去到200个纳米左右 在内外边是没有nickel的 所以我的细胞碰不到nickel 但是这个很薄 薄到它的public影响不了 因为我旧月整个那么粗 整个串粗 我只不过是100个纳米 它的头发还薄100倍 很少很少的情况 已经就缩细这个nickel 走不了出来 第一 我先找这个赶走先 第二 我分了一个很strong的bond TIO TIN 这个是走不了出来的 有两个好处 先挡起它 然后再挖起它 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细胞做到 就说 OK 我们真的可以用这个process 形成一种 我们叫做implanted的layer 可以挡起这个谷 OK 因为它现在分了TIO CEL本身是一个很强的物料 例如我们做太金属 我都知道 如果我们 measure硬度 我们treat了之后 譬如这个用nagrin treat了Oxygen 就是CORBON 它是硬的大约两倍左右 比普通的 我不treat的 它又硬一点 它就有好处了 另外我们做一些 较为复杂的实验 叫做corrosion test 什么是corrosion test 就是腐蜀实验 就是说 我怎么知道这个 走不了出来 第一个就是电解 就是我把sample放到一些溶液里面 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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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才能够走出来 我们现在看到三 这些是显微镜里面看到的东西 上边这个 就是我们没有做过的 就是普通的太青年 电解完之后 你发觉很多孔 就是表面不够强 然后有孔的话 有些就走出来 就是不妥 但是相对来说 如果我们有Nitrogen Carbon或者Occion 认回它之后 很平滑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Titanium Oxide Titanium Carbon 很强的 强着它 就走不了出来 所以我们的bigdown mode 其实都高了很多 如果大家都猜到 如果是这样做法 知识究竟它走不了出来 那就要做实验 那怎么办 就是将 做完实验的溶液 譬如我们有一个溶液 用一个sample去电解它 做完之后 我拿一些溶液出来 看它有没有液 如果有就死了 没有就OK 那些溶液 我们叫做simulated body fluid 因为我们不是普通溶液 这个simulated body fluid 就是模擬的人体液 这个是跟我们的血章一样的 我们混合它 混合到和我们的血液是一模一样的 做出来就是 一模一样的 差不多 然后用那些溶液 去做化学测试 做Collusion Study 一做完之后 我们就measure 我们的液体里面 有多少Nicol走出来 你可以看看 大家 Control sample 是没有treat过的 我们做完实验之后 法国竟然有30个PPM Nicol走出来 有很多孔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做了实验之后 其他的sample 是很多 即是几千倍 少了 我们就实验证明 我们就算是用电解的方法 Nicol就不会出来 其他一样做电解 是做几分钟的 很快的 譬如我长远 例如做几个礼拜 也没有问题 就是淋 不只是几分钟 我们做了一个 inversion test inversion test 就是把这个材料做了之后 放在一个test tube里面 然后倒一些sbf 让它缩在37度 等5个礼拜 10个礼拜 然后拿一些液体出来 这就是5个礼拜之后 我们拿出来再看 而且法国也相差了20多倍 这也是一个threshold的问题 很多时候 有没有毒 就看了多少 只要你不到那个level 就OK 在这个level 就不OK 这个就OK 所以五个礼拜 就应该答到我们的要求 是 五个礼拜 几年都要做 是 我现在会说 是 至少五个礼拜做到 如果五个礼拜 我曾经说 譬如循序战争 做事 做几分钟 用电去电它 那行 不行 就做五个礼拜 五个礼拜 五个礼拜 不行就做多余 是吧 那我们做了五个礼拜 跟着我们做一些sale culture 就是说我们的表面 和sale有没有影响 跟着你会看到 做出了之后sale是OK的 现在还会长得快些 就是没问题 因为它太清marker 本身sale的sale 对于sale更好 这个是做了两天的sale clent culture 这个做了八天 我们可以发觉 比如我做一些satistic 之后有多少sale 是发觉越来越好 是没问题的 所以变成我的sale 除了没有nickel之外 那些sale生长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是sale去做的 OK 我搞这个先生的问题之前 我再做多一件事就是 例如我的脊骨 in fact 我都要磨的 你怎知道我磨的时候 没有磨些东西出来 是不是 我人都会走 我做一个实验 就是说我把两支 做了 treat的东西 对磨 我们apply pressure 一个是stational 一个就是这样移动 一个就是这样移动 就是每钟移动一次 移动十万次 就是这样磨 这个是很vigorous 一般人来说 不会做十万次 十万次 你真是累了 是吧 做十万次 然后跟着 就看掉出来的粉 你磨它 磨了些粉 出来的 我可以做测试 那我们发觉 如果我们不treat过 那些脊骨 用肯定尺 treat过 差不多50-50 就是很normal 跌出来的有50% Nickel 50%是细细 但我们treat了之后 发觉最比是4比6 是准了很多 那是不是没有呢 也不是没有 因为我们的poster 本身是很harsh的 很少说你磨那么多 就是两支 就磨 很少这样做 也证明了 有些体受得住压力 就是这样磨之外 之后也都ok 另外做一件事 我们做bending test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treat了之后 跟着它自己再蛋直 是吧 在人体里面 那我们有没有做到 蛋直之后可以不可以 我做的事是未蛋之前的 就是我treat了之后 就要test 是吧 那我找一件事 我做了之后 它先蛋直 譬如我将表面改变了 会不会将它本身的结构都改变了 这是我只要测试的 那我们看了一个video 譬如左边这个 做bending test 嘿 蛋直 没问题 实际上我们蛋了很多 我们curve 人体很少 在那么短的dition 咬那么多 30度 很少 因为我们已经做到 就是三倍我们的需要 左边这个 就是说我们未treat过 右边这个 就是我们做了等期指 处理之后 也都蛋直 就证明我们做treatment 对它本身物料的性质没有影响 OK 没有影响之余 我亦都做了一个 就是说 当你蛋完蛋之后 我再浸回去 看它做了什么 因为它咬脱了之后 可能有裂痕的 是吧 那我再做多一次 再做多 蛋完之后 再做多五个礼拜 就发觉 亦都是increment了很多 所以我做完之后 还是OK的 OK 刚才那位先生问我 你五个礼拜 其他行不行 实际我们现在做的experiment 是做动物 做很久 这个project我们正在做 做完这个 就是做product 因为我们需要做两年 譬如我放在动物里面 我们刚才那只羊 做了一个礼拜 但如果真正来说 我们会怎么做呢 就是将物质物放在羊里面 但是就不用它弯弄直